先前花蓮发生0403大地震时 5月天先以唱片公司 湘西音乐的名义捐出500万元 为花蓮尽一份心力 而5月天信守承诺 在11月2号3号 两天将前往花蓮举办公益演唱会 玉璃地点就在燕志杰 前人大会考的永长分校 龚文俊表示 一切都在准备当中 也希望来的游客们能吃在这里 住在这里 再带伴手里回去 玉璃镇的乡亲们也会用最热情 迎接贵宾的方式 盛大欢迎他们来 天短5月天 日前在官方粉丝专页上宣布 11月2、3号两天 将前往花蓮举办公益的演唱会 玉璃演唱地点 就在燕志杰千人大会考的永长分校 龚文俊说 要让外地游客爱上玉璃 也希望这些民众 来到玉璃宝山 不要空手而回 而玉璃镇公所 也即将会做来规划 来让这些民众 第一个吃在玉璃住在玉璃 先前花蓮发生 零四零三大地震时 5月天先以唱片公司 相信音乐的名义捐出500万 为花蓮敬意奋力 5月天系统承诺 在花蓮不仅免费演唱两场 还有14组演唱歌手 爱心大使一起同行 郑明都说超级期待 开始是蛮惊讶 因为会选在玉璃 因为很少大咖的明星 会选在玉璃办演唱会 然后因为花蓮南区 比较少人会来到这边 但是这边是个很棒的地方 然后谢谢他们 就是选在玉璃办演唱会 这样 我会特别回来 我现在在新竹 然后我会从新竹回来 看条演唱会 龚文俊说 一切都在准备当中 希望来的游客们 能够吃在这里 住在这里 再带伴手里回去 玉璃镇的乡亲们 会用最热情 迎接贵宾的方式 盛大欢迎他们来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